我是支隊長陳道輝少將 首先我要表達對全體國人 還有社會造成如此重大不安 表達個人最深切的歉意 另外我也要對支隊 我帶領的全體744元 官士兵學生還有他們的家屬 鞠躬道歉 不過在此我用生命保證 我絕對沒有隱瞞任何疫情 因為如果我知道已經有人感染了 我一定會遵照國防部的命令 立刻返航 另外身為軍人 我們寧可死在海上 死在船上 我也不可能 讓病毒去危害我們 本來就應該保護的國人 和所有我們最親愛的家人 我的說明完畢 謝謝委員 謝謝陳隱辰支隊長接受我們委員會對你的關心 因為您昨天在陳楚明單裡面已經有您了您知道吧 是 那裡面最主要 那是應該的 因為我沒做好 我對不起國防部 還有海軍司令部的所有長官 我也對不起國人 我也對不起我自己的家人 好 所以這個艦隊上有五人發燒 你確實沒有回報嗎 跟委員報告 能夠了解所有海軍的艦艇 在海上執行任務的時候 都能夠由專業的衣官 來針對一般的感冒發燒做治療 如果我們任何一個人 只要有感冒發燒就返航的話 我們將如何捍衛我們的海疆 以及我們如何在海上這麼長的時間 執行任務跟保衛我們的國人 所以陳支隊長 你是有回報五人發燒嗎 對不對 你有回報嗎 有議員比較嚴重 他住了兩天 所以我有回報 剩下四人 我很誠實的報告 我並沒有回報 因為醫療找組給我的建議是 他們只是一般的感冒 我甚至有要求 他們必須要用S光做個檢測 但是醫官專業的判斷 認為他們的症狀非常的輕微 而且當初我們並沒有收到 任何有關於嗅覺方面 或者是那個時間點是沒有的 向委員非常誠實的做個說明 是 在接下來再請教一下 我們的艦艇在高雄靠岸之後 隔離時間的六天之後 我們是隊長是不是決定的解散 是您決定的嗎 隔離我沒這個權限 那是誰的權限 誰決定可以解散的 隔離我奉命執行 你奉命執行所以不是你決定的 那你有沒有先跟要解散之前 有沒有先跟國防部或疫情中心做報告 您辛苦了 是辛苦 我已經隔離了整整五天 我有五天沒有辦法睡覺 可是我愛海軍 我愛國軍 我更愛國人 委員幫個忙 我沒有做不起大家 做不起大家的事 請去了 你保重身體 請保重身體 謝謝你 請你保重身體 謝謝 謝謝